到了到了到了 男司長 憲哥放聽了 沒關係 高雄光光 讓我來 戴著墨鏡 帥氣出場 韓國瑜顯露霸氣 準備來客創網路節目 一舉一動 完全沒價值 人比較秀氣吧 比較年輕吧 你拿一個 蘇貞昌的臉 都我的臉逼逼幹 哇塞 肯定比較清秀的 很少人自己說 開玩笑拿蘇貞昌做比喻 校帆三位主持人 韓市長還展現撩妹功力 現在把馬子叫你這樣 我一定是 每天寫起訴給你 這樣對我市長形象 合得不太好 我比較慢 韓國瑜鬥得沙沙小樂亂撞 原本以為他嚴肅拘謹 但合作節目後 對他完全改觀 韓市長他滿硬的 所以他其實很會調查我們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是長隊 然後又是 不是 非常有記憶感 除了重量級嘉賓 韓市長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以及國民學姐黃靖瑩 也來客傳 你來高雄 玩當然就是要來台北玩啊 因為我要推薦你 我的私房秘密景點 有可能在那裡遇到我喔 等等等等 懂玩不難 懂吃才是厲害 短短預告 加上人氣旺的韓國瑜 在網路已掀起討論話題 記得順應李玉涵台會報道